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 11月1号2号3号 我会用摇滚出口的名义 参加无限自由音乐艺术节 现场呢我将贩售 Fender,Ibenix,Ernie Ball的服装饰品周边 以及本集的主角 Kaminari导线 如果你看完本集影片之后 想要购买一条有Silent Plug的Kaminari导线 我们可以现场讨论 那当然我也欢迎你们直接跟我订购 好啦废话不多说 影片开始 哦不对 Let's move on Yo,Welcome back 那今天这一步呢又跟导线有关了 其实我的频道做导线相关的点阅都蛮低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 毕竟会来看我影片的可能都是一些吉他玩家 那大家的取向还是于购买品牌导线 或者是找会做的店家或朋友 然后来客制化 那如果本来就会做的更没有必要去看我那些影片啦 那我当时也是想说试试看好了 就是以乐器的角度 所以我记得我那一部是在拍NewTrack头的汉法 跟Spare Plug的汉法 一些新的周边我都会马上买下来然后去玩 然后像这一条当时是我还有写过一篇文 就是把它拆解开来然后拍一些它的汉切手法的图给大家看 对因为就是大家好奇嘛这个导线当时号称的就是日本纯手工制作 那它到底手工的程度多好或者是多不好 那可惜那篇文章因为我后来的网站被害过 然后洗白掉然后那一篇没有救回来 所以比较可惜 所以今天这一部应该算是我用边口诉 然后边做下一章节的东西 关于下一章节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现在搬来的新地方 客人事情的沙发跟我的音箱其实距离的很远 我原本的事情的位置跟音箱其实隔一公尺而已 就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控制音箱 然后到我这边之后有一些首客很不能适应 常常会要跑去那边把音箱关掉 然后再赶快把导线拔了换琴这样子 就是会很累 所以我快想说好吧 那我把这个接乐器的这一端L改成了 Silent头 好了因为我来的是反报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Silent头我到时候会给你们介绍一下 那就我知道的是目前国外的最新消息是 它要改版了 然后会暴涨 所以以后你买到的Silent可能不是长这个样子 但我还是想要推荐给你们 它会让你的表演 你的练团 你的练习生活变得非常的方便 跟多彩多姿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Kaminari 这条线 Yeah New Tracker的L 我用导线的环境 比较正常 比较合理 就是我会维持收线的状态 我会维持收线的状态 我会维持收线的状态 我也不会让线去被扭来扭去 或者是被轮子凋过去这种状态 我算是比较保护这种东西的 就算我自己会修 我们今天的工作 主要是要把这个L头 换成Silent头 好 那我们就开始加工 其实可以看到这条线 它在主要的那条心上面 它的保护层还蛮凶的 就是它除了有外面的屏蔽层之外 它中间这条心 你可以看到的是有黑色的这一块 跟白色的这个塑胶管 然后去围绕它这个中心点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 Kamina里在很多乐手老师的实际使用中 一直能表现得很稳定 很耐用的一个关键 对 它不是一个多心结构 然后它也没有做得很粗壮 它的线身大概就是 Mogami的2791那个尺寸 那像Mogami的2549 或2791这一类 给它们的保护都是独立去制作一个增加强度的管子 然后中心的部分 没有做到像Kamina里这么 有点厚度 对 虽然说也很多人包含我在内 以前就一直认为它是Mogami的其中一款线的 就是同的代工厂啦 对那只是这都是猜测 那我只能说如果你找我订做线 我也会给你Mogami 可是你真的要叫我推你一条长线 我好像还是会推你Kamina里 我不会说啊我做的比较好 因为它们的那种耐用度真的是有口皆碑 虽然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有客人跟我说 诶大人我十年前跟你订的那条线到现在还能用 可是我会觉得那只是我运气好 那人家一年生产这么多条线 然后稳定度一直在那边 然后不管是欧美日本还是台湾 其实很多老师都是在推荐的 有它的原因在 好这一趴我们来介绍一下Silent 那Silent 什么样快速辨识 它除了你可以透过这个外壳之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多一个银色的环 这个银色环可以往后推 当你的导线插入到乐器里面 你的Jack B会推到这个环 这个环呢 它就会把它们两个分开 就会解锁 也就是说 当你平常在这个状态下面时 它火跟地是连在一起的 它就会没有声音 那当它往后推之后 地是地火是火 它们变成了一个通路 那它就会有声音 那这个实际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安装完 我会录一段 很简单很简单的测试给你听 就知道了 做的很顺手 我不确定能不能拍出来 但应该可以看到中间这个芯 它有左边是金色右边是银色的 对因为刚刚在把它缩短 因为L的火会比较长 然后把它缩短的时候我才想到这件事 它的主输出线是OFC桶加上镀银线 然后混合成的 我现在这款是电吉他用的 对他就是用这种配方 然后去让他的声音有更好的高频延长 这个算是卡米拉里一个小小的秘密 当时我的文章其实有写到 只是后来就没有相关的讨论跟资讯 让你们参考一下 有机会我还会想要再写一下卡米拉里的东西 对好了那继续做 好那线就这样做完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声音 现在表现的这么得意 我们来给他一点讯号 我现在把其中一支麦克风放到音箱前面 OK那我们现在呢 手摸着导线尖端 接着把它 对 可以知道这就是晒冷头它最大的功能 这个机构就是这么巧妙 很简单很好用 然后其实对于做导线的人而言也很方便 对啊可惜就是 这一款要改了之后会变得超级贵 然后我们找个乐器试试看 好那我们先模拟一个事情的情景 正常的流程我们应该要先把导线插到琴上 然后你再去把其他的音箱打开 或者standby打开 或者是把导线推到底 然后有一些人会用master violin去控制这件事情 可能可以吧 那我们现在状况很简单 我的导线的另外一端就插在我的音箱上 然后我只需要 它就有声音了 一拔掉 就安静了 对这件事情就是 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其实呢 我是有在帮别人改装成silent头的 或者是说像我之前有做过几条caminari 就是直接把它原本的线改成了silent 那这个silent plug 其实它是有L型的 那这次我会用直头 主要是因为 其实这七八年来有很多情 碰到L头就是很难搞 特别像AZ啊 特别是像很紧很紧的stret的jack 那个都不好拔 所以我这次才想说 啊好啦 一劳永逸啊 改成直头 但你如果还是想要L型的话 那silent plug也是有L的 所以不用担心 OK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给你们一个快速的产品内容 这是一个老东西了 而且它之后要改版了 然后我可能也赚不到什么钱的 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你们分享 反正我刚好改现 嘿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 喜欢的话帮我订阅按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真的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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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